我是07号是个机械 关于游戏内的老六玩家 说实在的我是遇到过 不过呢只是偶尔遇到 但是就在昨天的直播中 我连续好几把被老六给阴死 搞得我的心态呀 多多说好有点崩了 先来看第一个视频 山顶上呢 我也是发现了一个毒狼 于是我准备开到他后面去打他 结果一开枪 瞬间没有了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当前版本的大波罗 有这么厉害吗 OK 这不就算是我自己菜 没打过敌人 咱们再看第二个视频 这边呢 我也是开车经过麦田 看到了一个包 然后呢我就下车 开始了舔包 正当我舔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是的 我被老六给偷了 兄弟们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说谁能想到 这麦田里竟然会趴着一个人 真的是无语至极呀 接着我们看第三码游戏 骑龙路过激岗的时候 我被打了 我下意识盼着敌人应该在高架上 然后我就跳下了龙 正当我蹦着观察的时候 我又没了 是的 又是老六 不过我这波没有判断错 通过淘汰回放可以看到 我的确是被高架给打了 后面偷我的这个人 前期根本没有开枪 直到我下轮落的结架上观察的时候 这个老六才把我给偷了 反正呢 就是很难受 然后就是最后一码游戏了 单四排跳技岗 开局我就灭了一个队 这边我不解说了 大家看我操作 咋样 帅不帅 灭完队以后呢 我也是手雷炸倒了一个 紧接着又淘汰了一个无敌战神 正当我又一次美滋滋舔包的时候 我又没了 是的 还是老六 然后我的弄火汁 已经达到了顶峰 但是面对老六呢 我又无可奈何 兄弟们 他趴在地上 你说谁能想得到呢 紧接着我就结束了直播 我得出了最终的结论 今天不宜玩吃鸡 好了好了 我是07号 老六是我永远的痛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